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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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好久不见 我终于又来拍影片了 历经两年多 我找到一个让我有拍影片的动力 之前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 自己贴的光疗指甲 因为我的指甲长很快 我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他就开始从中间凸凸的这样 我就很丑 而且我是长期要用电脑的人 所以我只要有指甲 我就觉得打字非常K 用手机也很K 所以我大概每次一个月就要再去卸甲 然后再做新的指甲 然后每次卸甲加做新的指甲 都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超级花时间 所以呢 我就想要自己在家试试看 然后我这次买的叫做 Ohora Ohora 先生名不是业配 然后今天呢是我的第一次开箱 完全的第一印象 也没有收钱 所以好不好用 直接老师跟大家讲 开始 我买这一些 里面有一个假片 然后可是他这次活动搭配的假片是 就是他规定的那几种 我觉得他的那几种都没有非常好看 所以我就有自己再买一个 我喜欢的样子 是小花花的 所以我有两个假片 一个灯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顶胶就是 对 Top gel 据说是会更像光疗之脚 之脚 然后另外我还有再买一个是卸甲的 他卸甲的那个长得超漂亮的 很像香水什么的 我猜应该很多女生跟我一样 爱漂亮又懒了 甲片 聊天 然后这个是修甲工具 就是有个错刀跟一个 这个叫做木棒 跟酒精 酒精棉片 这灶灯好小喔 它就长成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灶灯 喔 很蛮方便的耶 来我们看一下说明书啊 按下开关键开机 默认是45秒 长按是60秒 首先第一步先清洁假面 第二步是贴上甲片 第三步是 就是把你的夹片修整到你的指甲的形状 然后照灯 使用灯要照一到三回硬化 硬化后再使用磨甲棒进行最后的修饰 好吗 懂吗 先用酒精把指甲擦干净 狮子用花花好了 它这个撕下来 指甲没有穿得起来 我懂了 我想起来了 这是指甲的下缘 是这样子贴的 是这样贴的 所以从上面开始拿 因为上面就算有抠的粗粗的 你之后也会剪掉 这样子拿起来 然后贴在狮子上 不要专心贴了 然后用它的木棒 把里面的空气搓出来 它有点不合指甲 它是有点透明的 可是我这边好像没有很合 看得到吗 就是有吃到我的肉 我可能等一下要剪掉 我现在来 搓搓搓搓搓 搓搓揉搓搓搓搓 它是会要照一到三回 它才会硬 咦 怎樣叫硬啊 好吧 先照再說 喔 有一點硬了 這一次 我覺得兩回就差不多了吧 我覺得已經硬了耶 好神奇喔 我們來上頂膠 它的頂膠長這樣 它的包裝都好有質感喔 漂亮喔 材質很像 陶瓷的耶 怎麼聽那個聲音 不是塑膠的耶 它的頂膠照多久還沒講 再看一次 進行二到三回 也是二到三回 那感覺跟 跟剛剛那個差不多 感覺兩次就可以了 然後我這邊可以把它封起來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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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我也是做過美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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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不要塗到紙圓肌膚 少許一點一點的 蛤 怎麼辦 我已經塗到熟了 這樣可以吧 好興奮喔 覺得有點燙 這次突然覺得有點燙 好了完成了 硬掉了耶 真的好像 真的好像那個喔 真的好像光療指甲喔 而且它有凸凸的效果 你們看像光療一樣 可愛 每次我還去給人家做那個gel 他們就會說 你的指甲那麼短做起來不好看 我就喜歡短指甲 這樣打字比較舒服 我要趕快 趕快做下一個 來來來 我們現在來完成接下來的步驟 然後我的這兩指 想要是白色 純白色 它要對齊正中間是滿的難的 喔這個形狀好像不錯喔 這個跟我的中指滿合的 我之前在香港其實有自己玩過就是光療膠 不是像那種貼的 是真的像那種指甲油插上去 然後照燈的 然後我在香港不知道為什麼那個燈我自己照 手會有很強烈的那個灼熱感 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 自己做完之後 我的紙圓旁邊 都有一點奇小水泡 好像是太熱了 這次就看看我還是會不會像之前一樣 大家有發現我哪裡不一樣嗎 歡迎留言分享 跟上一部Vlog比起來哪裡不一樣 這完了 側面 側面 很像那個光療指甲的感覺 很可愛耶 我好像快速的把兩隻手都做完 第一次黏膠的時候修形狀 修得這樣歪七扭八沒關係 你把它照印了之後再去磨 會比較好磨形狀 開始已經有感想囉 完成啦 每次照完燈之後都要用那個 磨夾棒把它摸一摸 然後手上就會有灰灰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用我的 啾啾妹的酒精 來噴噴 消毒清潔一下 它的香味真的是 讓人家很舒服耶 不會形容這個香味 感覺像是洗衣精 洗衣服還是什麼 曬過太陽的那種 就是很舒服的香味 不是像香水那種 然後 因為剛剛都有用 酒精棉片擦過指甲嘛 所以那個指甲邊緣也都會乾乾的 這個時候再用這個 護手噴霧 護一下手 這樣手就會漂漂亮亮又嫩嫩的 做完第一次我有很多心得 我發現就是 在挑甲片的時候可以大膽一點 因為我本來就會很怕貼到指甲邊緣 所以我都會挑剛剛好的 因為手的指甲是有 是立體的 是有弧度的 所以 你在挑平面的時候 這樣子照著看好像剛剛好 但其實往下貼下去會 旁邊就會露出一點點邊緣 就會 就會像這樣 會露出一點點邊緣 所以在挑甲片的時候可以 這樣子照著看的時候 可以比你的指甲再突出一點 這樣會比較剛剛好 我剛剛不是很堅持要封甲嘛 我發現就是在 在貼完這個上面的凝膠貼紙的時候 因為它還沒照燈前 它是軟的 所以你在修的時候 不需要修的根指甲太剛剛好 你可以修多一點點 然後這樣子 把它往下壓 把它貼在指甲的側面 這樣往下壓 然後去照燈 它就會有一點封到指甲的前面 然後再把它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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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